第一个当然我要观察一下 大家里面一些重点 第一个就是搜寻的结果 搜寻结果当然第一个 我们可以找到其中一个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一样的状况就是说 它的A里面也一样没有class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A里面没有class的话 那我们可能要往上一层 那基本上就是DIV 如果DIV它这个 第一个DIV好像只有包 包这一个区块 你用R好像也可以 或者你也可以到区这个区块也可以 这两个其实应该都可以 可以试一下 那我这边的话 我是用哪一个 用那个DIV这个区 class等于区的部分 你会发现下一个也是一样 下一个这个按右键检查一下 它的最上一阶也是到区 也是整个区块 那我从这个DIV的区块里面 再往下找 找到什么呢 找到那个HREF 它会是在A里面 可是里面还有一个H3 那H3里面才是放文字的地方 所以我可能这两个要分开来处理 才有办法把超连结 跟那个文字一起把它抓出来 再把它绣出来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好像找到最后 我会多找到一些东西 会造成那个程式好像会发生错误 它有找到一些 可能里面没有那个什么 H3跟A的部分 那怎么来解决比较好 这里的话我有写一个try 跟except 也就是说如果我假设 这个如果没有加的话 它好像会因为那个printer 最后输出的时候 会有一些东西输出没有成功 而造成那个错误 OK 那我这边讲一下 第一个Find All DIV里面的区 K24区的部分 再来向下找 找什么 找H3 H3里面的test 先帮我print出来 再把那个什么呢 里面的这个A帮我找出来 然后把里面的那个HREF把它找出来 不过后面的话 因为它的长度 假设这个我不加的话 我这样找它直接输出 OK 直接输出看结果 OK 知青 那一样输入一个关键字 所以这个input 输入一个关键字 然后把它串在里面 比如说VBA好了 Enter一下 OK 里面的话你会发现 它会有几个地方会有错 第一个就是后面 好像会 它有塞几个资料 后面是 没有A也没有H3 它会多塞一些东西 第二个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超连结部分 它这边呢 会多 帮你加一个斜线 然后URL 问号 Q等于 也就是说呢 会多增加了 1234567个字在前面 那我要什么呢 我要后面的东西 假设我第一个 我要避开它的话 怎么办 特别注意哦 这是0 0 1 2 3 4 5 6 从第7个字开始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假设它是输出一个字串 HREF 你可以把这个当一个字串 因为它取到就是这些嘛 那你可以把它当一个什么串列 如果说我要从第几个字开始 我要从第八个字开始 那就输入7 到后面所有的字我都要的话 那我就输入到999 你想说999 为什么这个数字呢 因为你只要那个数字比总长度多的话 它意思就是从第八个字开始 把后面所有的字都帮你抓过 意思是说我前面的7个字不要的意思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问题就先解决了 OK 所以第一个我如果要把前面这一些不要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 那第二个呢 因为后面 因为我也不知道说它到底 后面第几个是多塞了 所以我为了我不想算的话 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try try的话呢 就是避开那个错误讯息 try的话 后面记得要一个exception 也就是说例外事件 他会帮你做假设有错误的话 他会帮你直接跳到exception 所以try一下 如果发生错误怎么办 他会跳到exception 如果像这个红色字他会跳到这边 那你要怎么处置 exception 你错误另外怎么处置啊 我不处置 我就简单 我就丢一个print空的东西就好了 反正我 我就跳过就OK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如果这样做完之后的话 这个应该不会出现 那前面这几个字也不会出现 看一下 应该 这样来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 就OK了 VBA Enter 看一下 特别注意 超连结部分 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超连结 前面就没有那个刚刚不要的东西 另外呢 底下遇到那个 exception 就是有错误的红色字 他也会跳开了 他其实主要就是帮你跳开 跳到exception 然后其实什么事都没做了 不过未来如果说你假设发生错误 你要做exception 就例外事件的处理的话 你可以把程式写在这边 或者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抓取那个exception 里面的错误讯息 那个错误的call 或者什么的 你可以再做对应的处置 OK 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主要 只是要避开那个错误而已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一题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 也跟刚刚一样 主要就是避开 那几个地方的错误 那待会最后的话 还有一些时间 我们再来看最后 最难的一题 就是去抓取什么 抓取那个台银外汇的资料 所以这一题如果OK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往下 其实我写法好几种 这边这个是最近更新的 然后旧的 之前的写法 后来觉得写的不好 OK把它改一下 另外当然你有另外一个写法 你如果不用find的话 你可以用slate slate可以用选举去 不过结果会都一样 只是说个人习惯 书上好像蛮喜欢用slate 有讲到 所以我就顺便讲一下 其实这个方法 你不会也没关系 你用find就可以了 我后来发现 其实真的find跟find 大概一招就可以 搞定大部分的问题 除非少数的状况 可能才会需要 再去了解 Beautiful Soup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再解决 OK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那个台银外汇的这个 主要就是说 我希望看到 把那个台银外汇这个 台银外汇的一个官网 OK那反正 这个应该大家都熟了 主要可以查一下 那个现在最新的那个 那个外汇的行情 那里面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网页里面的 这个特别主要 我希望按照他原来的这个架构 帮我把这些资料 get下来 那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就辟别 然后第二栏的话 也就是现金的买入 现金的卖出 集齐的买入 集齐卖出 总共五个栏位 那如果我希望 我要排的版面呢 就长类似像这样的话 那我要怎么 刚好可以抓下它 当然这也不会想出来 写出来大概13行程式 不过真的有点挑战性更高 怎么做 我要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乱起来 他就自动帮我抓下来 特别注意 我希望看到就是这样 匹别一栏 现金买入一栏 卖出一栏 集齐买入 集齐卖出 不过最好 这个后面其实还可以的 你再把 因为我这个是用tap 反斜线T 也许你可以把它改斗点 再把它存成一个csv 一切就可以开了 应该会更好 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把那个刚刚的 那个google的查询列表 先试做看看 那google那一题 刚刚主要就是多一个try try冒号 然后后面东西就要把它缩排 那except冒号 就是例外如果发生一些原来是红色的字 如果你将来遇到那种状况 假如你不想要去处理那个红色的字的话 你就用try就可以了 try except 这样的话它就跳过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然后google部分做完之后的话 再试试看用那个就是刚刚讲的方法 最后的这个是最难的 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台银的那个外汇资料 全部抓下来 最好最后干脆存一个csv算 可以一个csv顶多两行嘛 你一样open某个档案 然后呢把它write出去就好了 ok 不过这个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台银外汇 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它的那个 一样是标签啦 所以其实 网路爬虫我发现 其实最容易有问题的 应该就是那个 你要了解标签名称 然后那个标签名称怎么样再把它get下来 get到之后的话 你怎么巧妙的把它跑个回圈 输出 因为fine o 它一定是放在串列里面 所以 通常会是配合for回圈 再把这个资料呢 逐一逐一的把它输出 ok 所以这一题难的地方应该是 抓到以后的资料 怎么样把它输出成药的那个格式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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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